我们现在已经到了Aime Village,一姆村 咱们一上个厕所吧 哦,这是一姆村的地图 前面就是一姆卧物馆 讲述了一段客观明星的历史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起瞧一瞧 Let's go! 一姆村瘟疫的历史始于1665年 当时从伦敦寄到当地裁缝那里的一包衣服里面 有携带瘟疫病毒的跳蚤 在一周之内,裁缝的助手乔治维卡斯 就因为染上这种病毒而去世了 不久之后,便有更多的人开始死于家中 这个像鸭嘴一样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口罩 面罩 随着病毒的蔓延 村里的现任牧师威廉·蒙佩森和前任牧师 从1666年5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 以缓解病痛的传播 其中包括亲属自行埋葬家里的死者 以及将教堂服务转移到户外开拓地进行 这些措施降低了感染风险 其中最著名的决定是隔离整个村庄 达14个月之久 以防止瘟疫病毒被传播到村庄以外的地方 在瘟疫持续的14个月中 至少有259名村民上升 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幸存 这一张图表上面标示的是每一个家庭 人员的死亡情况 红色就代表这个家庭总共 由于这个疾病死了多少人 在瘟疫结束后 人们将死者生前所使用过的物品 以及家具都进行的烧毁 以防止瘟疫病毒的死灰复燃 在村民们的自我隔离过程当中 有着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位叫伊丽莎白汉考克的家庭主妇 在八天之内她的六个孩子 以及丈夫都相继去世 她亲手埋葬了七位亲人 最后幸存了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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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里保里有当时人们的居所 有九位家里成员当时居住一次 最后他们全部死于瘟疫 居住于这里的女主人玛丽 总共失去了她的十三位亲人 之夜 对 对 和 对 许多 沙里 是 真的 这个是纪念一站的纪念碑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在中国的武汉 瘟疫再次吸引 为了避免将新冠病毒 传染到其他地区 武汉人民做出了同样的壮举 将城市封锁 善良的人们 终究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